中共所有的高官活到现在 身后都有很多很多人的尸身 都有很多很多人的尸体 这个我不是吓唬大家 也不是措辞 这是真的 他们得了癌症 他们得了什么病都不会死 你们不觉得哪里乖乖的吗 李克强故事 好像李克强之前是有传出来 他身体不太好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 向全世界的高官 政要有钱人提供器官的一个国家 他们应该是从执政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这个叫做 就是打天下的这群人吧 他们一定要配得上 这个打天下的这个待遇嘛 那所以他们譬如说 他们可以三妻私窃呀 然后他们分房分地呀 这个特供特殊供应的食物 特供的各种东西呀 那譬如说就是中国饿死 四千五百万人的时候 就是中共的高官 他们都可以吃巧克力呀 这个吃外国的糖果呀 之类的就是他们有一个 这个这个逻辑 就是到现在也升职在 包括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心中 现在如果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去跟中国老百姓聊天 你就如果你问他说 那为什么那些高干啊 高级干部 他们可以享受这个病房啊 他们享受各种配车呀 配女人呀 配妻妾呀 各种的待遇 那他就会跟你讲说 那他们是打天下的 知道吧 就是在1949年那个时候 人家是打天下 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的 打天下的 那他们的二代三代啊 他享受这种 这种皇帝级的待遇 有什么不对啊 中国老百姓 至少我觉得一半的人 也还蛮认同的 觉得说 对那他就是打天下嘛 那打天下 做天下 怎么能没有好处 那如果做天下没有好处 谁还会为打天下出力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土匪进城 就大概还是这个样子 总之呢 就据说是从1949年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他就有在 这个军队中 利用死刑犯 死囚犯 研究这个器官移植 那所以说后来 大概就是后来 这个技术就越来越成熟 他非常成熟之后呢 他就转为商用 就一开始 他就是用来给中共的高官权贵们 换器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共的高官权贵 他们无一例外都死得很晚 他们无一例外 中共的高官权贵都死得很晚 都是90多岁啊 什么100多岁啊 死得 就是你没有看到过 哪个中共的高官 说是这个癌症死亡的 为什么 就是你得了癌 就换器官就好了嘛 一个一个的往下换嘛 全身器官都可以换一遍的嘛 它就这么个逻辑 好吧 然后后来这个就转为商用了 什么叫转为商用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发现说 这个东西其实蛮赚钱的 蛮赚钱的 所以后来 再加上就是跟他们合作的那些军医院 中共的中国的这些军医院 他们已培养了一系列的人才 那当然有传言说 柯文哲在其中也有帮忙了 就培养了一系列的人才 那干嘛不拿这个东西赚点钱 那再加上那个时候呢 又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法轮功 他因为就是影响力太大 法轮功他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团体 他就是一个练器功 强身健体的一个团体 但他练器功 强身健体身体就不错嘛 那然后 这个又影响力很大 那个时候江泽民很害怕 他成为一种 就是像是群众运动的一种 一种就是群众集会 群众运动这个东西 共产党很害怕 所以就把他们打成了邪教 然后 那他们身体又不错 器官也挺好 就用他们的身体 一方面给中共的高官权贵 就是换器官 另一方面就转为商用 就卖钱 这样就是 就是我听说过 就是我们身边的亲友 就有人就是很容易换 就比如说你想换什么器官 你就找到这个路子 在黑市里面 一般几百万人民币换一个器官 然后 然后他在他的那个 中国共产党的那个系统中 就是给你配型 就是然后配上之后 直接就是两个周 两个周就换 就是这样 就是把跟你配上的那个人 处理掉 知道吧 就是解决掉 杀掉 然后把那个器官给你换上 就一般就是两三百万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家的这个亲友 说就是两三百万就OK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任何高官权贵 他在就是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死掉 七八十岁就死掉 这个是就说 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些人阴谋论 这个我给大家讲完了 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官权贵 他们每天就是定期 都有人去检查他们身体 然后李克强 他他前一阵子就传出 他身体不好 他的心脏是可以 就是如果习近平允许的话 他可以随便换 那他为什么没有换 就说这个东西 就大家不要以为说是习近平 就像公斗剧一样 递给李克强一杯毒酒 李克强喝下这杯毒酒就挂了 这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钟恩来就是被毛泽东 毛泽东给逼死的 就是钟恩来得了一个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病 很普通的一个癌症 很容易就能治好了一个癌症 然后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应该换器官的那个 应该就已经有一定成就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是那个钟恩来那个时候 得的是一个非常容易治的一个癌症 然后呢就是毛泽东 就不让医疗团队给他治 你不让他治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癌症晚期 然后最后就是就把钟恩来给熬死了 就把钟恩来给耗死了 所以说李克强的死 他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习近平的意志 知道吧 就是说就是习近平决定说 他 就不给他换心脏 那他就死了嘛 知道吧 就是不然的话 那有无数的心脏可以给李克强换 我看到有很多人 是为李克强觉得挺悲哀 或者什么 我是没有 因为我知道如果李克强活着的话 就会有一个年轻人死掉 就是为了李克强而死掉 就说就是 对啊 是这样子 就中共所有的高官活到现在 身后都有很多很多人的尸身 对 都有很多很多人的尸体 这个我不是吓唬大家 也不是措辞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是他们 他们得了癌症 他们得了什么病都不会死 你们不觉得哪里 哪里乖乖的吗 李克强他就无非就是说习近平决定 让他自然死亡吧 但是这是习近平的意志 这是习近平的意图 不然的话 中共的高官是不会这样子自然死亡的 他们都是 把全身的器官都换完之后 最后就是你换器官都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了 就是正常老人老到一定程度 他就是会死嘛 那全身器官都衰竭嘛 这个换器官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那中国共产党的高官 只有这一种死法 对 他没有什么癌症 什么器官问题 这个那些病 他没有这种死法 因为他都可以用换器官来解决嘛 然后就是中国人说 这首歌今天放了一遍又一遍 可惜不是你 因为可惜不是你 后面有一句话叫做当然不是你 当然不是习近平啊 这是习近平的意志 那为什么习近平希望李克强死掉 那就是看他不顺眼呗 因为李克强说过什么 就是全中国什么六亿人收入一千块钱以下 还是什么的 关键是好像李克强卸任的时候 说了一句人在坐天在看 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一个警告 习近平就讨厌他呗 那习近平讨厌的人当然就要去死呗 希望李克强的死亡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世界揭示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真相 还有习近平的真相 我是没有什么多余的同情给这种人了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他们的职务越高 手上的血越多 他们的罪孽越多 他们越缺德 就是我不觉得你应该在缺德指数999和缺德指数1999之间 做出什么区分 人就不该缺德呀 对吧 做共产党的高官没有不缺德的 所以说我还蛮开心 就是有一名年轻的人 无论他是法轮功的修炼者 还是维吾尔人 还是监狱中的良心犯 还是哪怕是普通的死刑犯 就是能够保下一命 哈哈哈哈 哈哈